这就是沈家 麻烦您通报一声 你让二少爷出来见我 二少爷是不会出来见你的 那你让我进去 结婚姑娘 这无论如何 你今天是进不了这门的 你让开 人带来了吗 都在这儿呢 进来吧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要是让二少爷知道 看他怎么收拾你 你让开 你让不让开啊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你以为你能拦得了我吗 荣姑娘 你这样闹下去有意思了 你以为闹下去 你就能进不了这门 是二少爷亲口答应我 他要娶我的 就算是二少爷答应你了 还有老爷夫人哪 就算是老爷夫人 也没什么意见 咱们叫老太太 那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你是谁啊 你说了 算吗 那您意思 老妈妈 沈家可真大呀 那是呀 我们沈家在京阳 虽然排到第一 那是稳排第二的大会人家呀 我们下班 你这儿我身上 你 贵人家的 我别开 运动 夫人房里呢 缺一个装水烟的 夫人房里要一个管杖的 二少爷房里短一个丫头 说起二少爷 我刚才在大门口 看到那个千红公样 都还没走 大少爷已经去碾他了 听他说 二少爷是许了他的 咱们这个二少爷啊 他也不仗劲了 对了 你们三个 我会算账 我会点水烟 行 我知道了 那 你 上二少爷房里去吧 行 怎么样 外外没事了吧 你能正经点吗 都走了吧 银子也使了 本话也说了 能不走吗 那我去放心了 谢谢大哥 从今往后 你必须断了跟那个千红的来往 我压根也没想过跟他来往啊 那人家一大早 跑到咱们家门口来闹什么呀 我花了一千两天 他唱成曲子 谁知道他就要一心跟我了 那我有什么办 什么曲子要一千两一首啊 就是普通的小曲儿啊 只是当是马洪才呢 出到爸爸那样了 那我不能吊着个价啊 我告诉你啊 你肯定是被马洪才跟那个女人联手给坑了 不会的 怎么不会 上次爹抢了马家的订单 那马家老爷子一直怀恨在心 胭脂这次不是他支持马洪才干的 马洪才平时跟我们关系挺好的 现在全惊扬 谁不知道咱们沈家二少爷 马上就要取一位戏子进门了 大家都在看咱们的笑话 你还觉得他对你不错啊 每次都弄这些破事 让我帮你擦屁股 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长点心呢 往后啊 这端茶送水扫院子 洗衣拖地擦桌子 还有 跑腿送信这些 就都归你干了 记住了吗 这么多话 哪这么多话呀 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来了这儿 一切都得听我的安排 明白了吗 我的茶呢 来了 珊瑚 快点 我的茶呢 等会儿 怎么了这又是 刚才大少爷过来 把二少爷骂了一通 里面呀气正不顺了 因为什么 还不是前后能哭的 人哪 来了 来 我来吧 拿我的茶来 我去 我去 刚才我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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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请喝茶 那烫死我啊 眼痕 怎么了这是 没事吧 二少爷 二少爷 来 来 死了 来 慢点 你竟然可踹我 是你 撞在了我的脚上 我脚还疼呢 拿我鞭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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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我鞭子呢 老爷叫你 让你现在就去监听 你等着 我回来仇死你 你怎么回事 你真踹了啊 二少爷 胸口上一脚 你也敢踹啊你 你完了你 怎么着 他还能要我的命不成 这 要你的命肯定要不了呀 那怎么说 都给弄好打 挨打也不怕 最好啊 能把我撵出去 他找你去详谈 是 爹 你有何看法呢 声音来得太容易了 只是谈谈 应该无碍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信度口中的贝勒爷 应该就是敦秦王的赤子 那首云内务府的功臣 应该不是子虚无有 只不过 爹 您可是顾虑 与官府牵扯太多 得不偿失 此为其一啊 那其二呢 这左大人啊 跟贝勒爷本来就有过节 这信杜德呢 也知道我们 跟左大人的关系 还刻意来示好 你说 他意图何在啊 有意拉拢 不止有意拉拢啊 恐怕还有更大的意图 如果内务府的工程 是个肥差 我们接 左大人心中 毕生猜忌 不接 又直接给贝勒爷没脸 这里外都得罪人 所以 这件事啊 谈都别谈 避而远之吧 来啊 我还没进京阳城 就听说春风十里的千红姑娘 来这儿讨风流寨 到底怎么回事 爹 已经没事了 人我已经打发走了 打发走了 花了多少银子 五百两 五百两 你爹我当年从核套 背一趟货回来 才挣二十两 你们倒好 为了一个女人 一出手就是五百两 爹 这次二弟也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上了谁的当 估计跟马江有关系 如果他不去春风十里 那种龌龊的地方 人家会拿当给他杀 爹 二弟是糊涂了点 我已经教训过他了 他也认了错 您这回就饶了他吧 我饶了他多少回了 结果饶成他现在这个样子 这次绝对不能再饶他 爹 我真的知道错了 爹 我也有错 要罚 您就先罚我吧 拿家法来 老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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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